潤銀炸彈案又捲出了案外案 這是董事長楊文虎 王英之 涉嫌向十二家銀行炸彈四百七十億元 而二審兩個人分別被判處二十六年 還有二十八年的有期徒刑 臺北地檢署深入追查 發現合作金庫雙聯分行 由一名陳信經理涉嫌配合潤銀 提高這個受信額度 造成銀行損失一億元 就在今天 臺北地檢署指揮 臺北市調查處兵分實路搜索 並且約談陳信經理等十人 答案說明 離清過程是否有弊端 全案依違反銀行法特別背信罪嫌移送法辦